百萬流量部落客帶給你莫大的客群 沒流量的部落客注定石沉大海 好的部落客帶你上天堂 不好的部落客直接拉你下地獄 一樣你養百樣人 各種形形色色的部落客都有 說好吃被誤解為業配文 說不好吃又被出征上新聞 甚至還要鬧上法院 部落客容易嗎 大家好我是熊胖 是一直負責找食的熊胖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分享部落客的一些種種 網路上不論是文章還是YouTube 衝刺著部落客教學 還是教大家當一個部落客 可以創造多少收益 等等正向的文章或者影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並不是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很多人來說 可以說是很遙不可及 是要走過多少的歲月 多少的風霜 才能造成一個穩定的收入 現今社會的進步 現在人手一機 網路上各種社群媒體 比如FB IG Dicca YouTube 或者是抖音 DTT等等 隨時隨地 你都可以 當一個部落客 都可以當一個美食家 走到一個餐廳 拍美食 甚至你都可以跟老闆說 老闆 今天的餐點可以幫我免單 我幫你脫文 說實在的 我不認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樣 同樣也有不少店家 不曉得是因為貪小便宜 或者是出出茅廬 甚至都可以答應 這樣子的請求跟合作 前陣子 在某一夜市裡 有一個攤商 他遇到了一個部落客 同樣的 他也是跟店家 跟這位攤商直接講 你給我免單 我幫你PO文 結果這位部落客 並沒有發文 輕宜的這個攤商直接上網工程 而且是上了一個非常大的社團工程 而這個社團底下的 當然也充斥著一些 對部落客的一些謾罵 結果 調出了這一名部落客 在自己的版面 粗面澄清 那一天 並不是他 也就等於說 是不是那一天 他被人家冒用 我覺得很好奇的是 為什麼這個店家 並沒有做任何的求證 就直接可以答應合作 難道 你就沒有貪小便宜的心態嗎 今天 有人要來幫我PO 我的產品 要紅了 其實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部落客 就是一個 文化流氓 為什麼是一個文化流氓 因為 就像我們前提剛剛所說過的 很多部落客 會去尋求店家合作 會直接尋求店家免單 然後我幫你PO文 甚至有的吃完了還不PO 冰哥啦 一般大多數的店家 要找一個部落客 通常 百分之九十 都會想要找一個 在地的 能量高的 又知名的 但 通常往往接洽了以後 才會知道 價格 並不是他們所想像的 唉 據熊胖所知 光文章的收費 從五百到好幾萬的都有 YouTube影片的話 從五千到好幾十萬 好幾百萬的也都有 當然 不管是部落客 或者是YouTuber 知名度越高 你的流量越高 當然 收費自然就越高 不過呢 一般自營餐廳 或者是小吃店 他們是絕對無法負擔 這麼龐大的廣告費 不要說一般的攤商 也不要說一般的小吃店 甚至連大型連鎖餐飲店 他都不見得要付這筆錢 除非你真的是用 紅道的部分 像 酒店 或者像 Toyce 這一種 或者類似 館長 還是菜牙嘎 這種比較知名 可以做店家代言的 要不然 我們說實在的 一般是很少 有辦法去支付 這麼大的費用 熊胖現在跟大家看 這幾篇的文章 什麼有店家自增 有行銷公司代增 還有要求一千塊以內的 我們講實在的 脫稿事小 還有體驗完的 人間真罷了 還有所謂的無仇互惠 說到無仇互惠 請問大家 對無仇互惠的理解 到底是 大家所理解 大概應該都是這樣子 就是 你提供一餐 我幫你寫一個文 我相信大家的理解 應該是如此 那大家可知道 今天跟店家約好時間拍攝 拍攝食物 用餐兩三個小時 整理照片 後製照片 有影片的 還要做剪輯 上字幕 上配樂 上特效 前前後後花下來的時間 少說也要7天 最長也要15天 這個店家的文章處理好了 影片處理好了 我們又要給店家審核 就要像選美亮亮 一種二種三種 快則15天 慢則1個月 前天後後 一個文章的產出 大概就是1個月 大概是最慢的啦 甚至還附加如無意外 不得刪減文章 或者下架影片 想請問一下 這個叫做無仇互惠 我不知道這個無仇互惠的惠 惠在哪裡 請問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真的對布洛克是公平的嗎 我不覺得他是公平的 同時 我也想請問各位 今天你們出去工作 你們到一家公司上班 你們有可能只為了這一餐 不要薪水 不可能 又或者說 今天這個老闆只給你一個東西 然後對你這個人 還要審核大概15天 你有神經病啊 如果有這種人 麻煩底下留言 有看到我這個影片的老闆 也趕快去跟他聯絡 這個人絕對堪用 別說公餐啦 今天只要你在這裡上班一天 不給你薪水 你就會哀哀叫了啦 而且還有可能還會告上勞工局 當然啦 你也可以說 既然選擇布洛克這個工作 你就要去適應 就要去習慣 但是 沒有說今天做布洛克 就要去接受無仇互惠了吧 有道理 你說無仇互惠 可以累積 新手的文章或者經驗 那換句話說 今天你到一個新進的公司 你也可以不要薪水 當作是一個工作的經驗累積 這樣子你能接受嗎 有些公司也真的是蠻扯淡的 假設今天有一家烘焙店 他這樣產品 受到了很多電視媒體的廣告 又有知名明星的代言 但是他今天要找一個布洛克 他會附加了這些光鮮亮麗的條件 跟你說受過哪一家電視媒體的報導 哪一個知名隱星的代言 然後呢 就會跟你講可不可以無仇互惠 熊胖是覺得 你是要證明你這個東西 到底有多好是不是 今天有電視媒體幫你報導 難道你不用花錢 就可以請到電視媒體來幫你做廣告嗎 不可能 你不用花錢 你就可以找到這些知名的明星 來幫你做代言嗎 除非這個明星是你的親戚 或者說你這個老闆 真的人脈太好 才有這個可能性 不然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然後 你們就獨獨勸 要拗布洛克去幫你做無仇互惠 這是哪門子都回到的 Holy shit 難道布洛克不是人嗎 難道布洛克都不用吃飯 難道布洛克這些事情都是在做義工嗎 甚至你無仇互惠 還要要求布洛克 幫你PO幾個平台 要幾個平台 要幾個平台 你花了1000塊 你花了500塊 你花了2000塊 你就要布洛克幫你PO FB啊 IG啊 PPT啊 Dcard啊 還是抖音啊 Youtube啊 有多少平台PO多少平台 難道你們都不知道說 今天任何一個部洛克 經營自家社群平台 都是要花時間的 都是要花錢的 我不相信沒有一個沒有 所謂的花錢 不是說去買網軍 而是花錢 自己去買食材 賣商品 回來自己拍 有一些店家 還會直接跟你挑明 你今天借了我這個東西 你不可以再去接其他的同樣的商品 我也想請問一下 你們這些店家 頭腦到底在想什麼 你想想賺多少錢 我今天借你這個東西 我不可以接相同性質的 那請問一下 這段期間 你要付多少廣告費給我 你是每個月都要支付費用給我嗎 負責是不用吃飯是不是 當然啦 也不是每個店家都不好 也不是每個廠商都不好 有的廠商也很好 也有些部落客 也是很討厭的 會給廠商拖稿 一拖再拖 在無仇互惠的條件之下 任何人都要承擔風情 今天如果你是有仇 以有仇的薪水去聘請 一位部落客的話 簽訂合約嘛 合約簽下去的時候 大部分的合作都是 先給稿再給錢 如果這個作品沒有出來 請問一下各位廠商 你們會怕他不給稿嗎 今天熊胖不是要來跟大家批評 哪一個部落客好 哪一個部落客不好 其實啊 要當一個稱職的部落客 真的是不容易啊 不是隨隨便便 拿個相機 拿個手機 在那裡拍拍美食 拍拍風景 你就可以當一個美食部落客 你就可以當一個旅遊部落客 沒有經過一段歲月的累積 想要在網路上賺這一筆錢 我相信 你會比一個公讀生都還要酷酷酷 有道理 好啦 下一回 熊胖跟大家聊聊 一個比較嚴肅的話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我YouTube的頻道 還有點贊我的臉書粉絲團 還有追蹤我的IG 如果可以 也不令 給熊胖一個超級感謝 愛你喔 掰掰 掰掰